哇!真的耶! 這位紅色的大哥就是茅香亭的亭主 也就是我們武俠小說裡面常說的 圓主島主 所以不能得罪他 不然會被水噴一聲喔 我剛才說 你要站在這邊才會中獎 對對對 這個就是那種古早古早時代 可是為什麼水會往上噴 這個有兩道開關 一道開關是這裡 一道開關是在上面 一道開關在上面 一道開關在下面 上面是噴哪裡的? 上面就是噴 比如講我要椒花嘛 嘿 這樣也OK啊 上面這個是椒花的 這可以噴很遠 哇!今天沒有穿泳衣來實在太可惜了 很多小朋友就在那邊玩... 那下一次就是騎單車來的時候 就要裡面穿泳衣 然後就可以在這邊 很涼爽 不能說很爽 很涼爽 對啊!好棒喔! 真的有水喔! 我本來還以為是模型耶 對啊 欸!那紅色的 毛香亭的亭主 請問一下您怎麼稱呼呢? 貴姓大名 我姓謝 謝喔!謝大哥 記得大家好好巴結這一位 毛香亭的亭主 他才會讓你玩這個水喔 對對對 那當然啦! 因為要玩水這很重要 好好好